什么叫做愣头青 这个盲流竟然要跟和尚比磕头 谁先磕满三千个算谁赢 盲流头子一脸懵 跟和尚比磕头 那跟直接认输有什么区别 可小弟却信心满满 说自己在家天天上跪媳妇下跪儿 在外还跪抱人家大腿来碰瓷 人送外号 人肉小弹簧 看我磕不死他 果然 比赛一开始 小弟就以惊人的速度磕头 跪得那是又快又稳 感觉自己都要被弹飞了 可惜 就是有个韩国人的通病 速度快 不持久 不到三分钟 就开始软弱无力了 直到彻底软了下去 大哥却不服气 表示磕头可是你们和尚的看家本领 赢了算什么本事 敢不敢再比几场 不过这群盲流为啥要跟和尚比赛呢 原来前几天老朴一伙人和敌对帮派争地盘 结果遭到敌对帮派埋伏 他们一路逃跑 误打误撞闯入了这座深山寺庙 黑帮马 都有个臭毛病 到哪都想抢一抢 他们挟持了一个和尚 让和尚把地盘交出来 不料老方丈一句话就给他整破房了 方丈表示可以留他们住几天 但必须要帮忙干活 干好了说不定还可以给他们转正 但想让盲流干活 那不是扯淡吗 不但不干活 还竟特么捣乱 有给砍柴的和尚讲精品没的 还有给敲钟的和尚聊十八磨的 更特么过分的是 不知道他们从哪弄来的狗 直接当着和尚的面吃起了狗肉火锅 这就让身为大师兄的大师兄很不爽了 让他们赶紧滚犊子 盲流最擅长的是什么 耍流氓啊 你让我滚我就滚啊 我们偏不滚 你能拿我们咋地 这时有个师弟上来 悄悄给大师兄出了个主意 盲流还有个特点是什么 凶大 不是 有头无脑 最遭不住挑衅了 于是大师兄就向黑帮发起挑战 赢了就让他们继续留下 输了就滚犊子 果然 几个盲流真的来了兴致 想我们拳打南山进老院 脚踢北海幼儿园 还能怕你们几个脱律不成 这群盲流兄大 有头无脑呢 还真硬下了 于是就有了视频开头的一幕 不过幸好老朴还没有完全被带偏 表示这本就是你们的职业必修技能 纯粹的作弊 为了公平起见 咱们按五局三胜 大师兄也不怂 呼怕呼 下一场比什么 第二场黑帮选择了足球 本以为这群和尚不懂足球 踢他们还不是洒洒水 可不料人和尚虽然不懂 但会功夫啊 一局就给他们踢傻眼了 连赢两场的大师兄也飘了 还有什么花样尽管使出来 结果黑帮就用赌博好好给他们上了一课 如果这你们都还能赢 那我们也干脆剃度当突驴算了 比分来到了2比1 又轮到和尚出题 第四场大师兄提出比憋气 黑帮有个小弟一听就乐了 因为他曾是海军退役 憋气还不是小意思 这一局要是我输了 我特么直接把河水喝干 可不料人和尚队伍里也有个海军退役 这回轮到和尚们笑了 特么差着26级 也好意思出来炫耀 盲流也没想到 在这深山老林 还能遇到前辈 看着水里的前辈气定神仙 盲流就知道自己玩犊子了 于是就索性提前开喝 反正早喝晚喝都是喝 不如放手一搏 说不定只要我喝得够快 水就淹不死我 这操作直接就给和尚吓懵了 这尼玛要是闹出人命 自己怎么跟佛祖交代 紧忙出水认输 不知情的黑帮还乐呢 看看 这才是黑帮的真男人 那啥大熊啊 可以起来了 出事出不来了 可以飘起来 幸亏兄弟们捞得快 不然就特么得吃席了呀 不过比分现在也来到了2比2 听到差点闹出人命 方丈坐不住了 一个个的能不能不这么鲁莽 就不能逼点阳间的东西吗 于是便亲自下场出题 一方一口破缸 谁先把水装满就谁赢 黑帮也挺实在 还真就开始打上水了 他们认为只要装得够快 水就一定能打满 虽说里是这么个理 但也得看那个洞有多大吧 果不其然 一个个的腿都跑断了 缸里的水还没他们脑子里的水多 和尚那边就聪明多了 大师兄直接蹲进了缸里 表示自己心如止水 自己在缸里 缸就满了 方丈表示肯定 我看你不是心如止水 而是满脑瓜子水 你给我滚 这时黑帮大雄想到了一个主意 他紧忙躺地上 让兄弟们把缸扣在了他的肚皮上 想用自己的肚皮堵住缸口 嗯 这样确实能装稳水了 可随着水越多 大雄也开始顶不住了 这时老朴灵光一闪 让小弟们直接把缸扔进了河里 嗯 不愧是当老大的 脑子里果然有点东西 毫无疑问 这一局黑帮胜了 方丈允许了他们再住上一个星期 见方丈这么仗义 黑帮也不好再白吃白住 便决定给寺庙来的大扫除 扫到佛像身上时 有两个小弟便对佛像的来历赶起了兴趣 一个说来自中国 一个说来自印度 为了争个输赢 俩货便将佛像搬了起来 想看看他屁股下面印的产地 玩犊子 闯祸了 趁和尚们还没发现 他们紧忙将佛像摆回了原位开溜 见和尚们没发现异常 盲流们也松了一口气 不料下一秒 合尚们紧忙找到方丈告状 可没成想方丈 却反过来将他们教训了一顿 不就是个雕像耳朵吗 你们还真把他当成佛了 修行修的是心 心有信仰 万物便皆是佛之道部 大师兄不敢苟同 那如果我们破坏了佛像 您老也会这么说吗 我们才是您的追随者呀 你为啥老偏袒那些臭流氓呢 滚犊子你个蠢货 里面都是学问 慢慢误去吧你 得知此事的老朴也纳闷 他找到方丈 问他为什么要偏袒他们 方丈反问 当你把破钢装满的时候 你心里在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就是想到把钢扔进 盒里能装满水 嗯 而我所做的 只是把你破碎的灵魂 放在我心里 这句话老朴没听懂 我也没听懂 就当是佛家禅语吧 反正听着高级就完了 回去后 老朴爬上房顶 终于找到信号联系上了社团 结果刚想汇报自己的位置 手机就没电了 没招 老朴只能下山去打电话 可不料一转头 就看到门上竟然贴着 他们几个的通缉令 老朴还不知道 社团已经出卖了他们几个 让他们当替罪羊了 老朴回去后 并没有把通缉令的事情 告诉小弟们 不过你们一个个都鼻青脸肿的是 咋回事 原来昨晚他下山后 大师兄越想越气 就给了他们一点教训 幸亏老朴下山躲过一劫 不过老朴可不这么认为 他找到大师兄理论 表示要和他来一场对决 然后 大哥就跪了 你说你又没那本事 装鸡毛啊 被收拾了一顿后 一个个的果然就老实了 每天跟着和尚们一起 吃斋念佛敲钟 不过这并不代表盲流们就服了 于是几个小弟找到大师兄 假装认错 然后一个偷袭 完了几个犊子 还去找老朴邀功呢 老朴当场就给主谋 做了个全套的马杀鸡 出来混讲的是什么 道义 可以和对手正面挑战 但绝对不能偷袭 你们这么不讲武德 以后还怎么在江湖上混 随后老朴主动找到大师兄认错 大师兄见他如此敢做敢当 也没再跟他们计较 第二天 社团终于派人来了 不过并不是来接他们的 而是想让他们永远留在山上 幸亏关键时刻 大师兄带着师弟们赶到 将小喽啰们打得了落花流水 一战过后 不过等他们回到寺庙后 却传来了一个噩耗 方丈原济了 黑帮跟着和尚们一起 为方丈送了行 老朴想到上次方丈对他说的话 似乎误了 便向和尚们辞别 带着小弟下了山 放下屠刀做起了正规生意 还往寺庙里寄了一些电器 想帮和尚们提高一下生活水平 可他们忘了 寺庙根本没有通电 这部电影名叫 大佬都和尚 一群黑帮被和尚感化丛良的故事 虽然我依然没懂 方丈对老朴说的那句话 感谢观看